国务院办公厅昨天下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提出从2015年到2020年建立健全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体系 实施意见明确了从质量标准、培养机制、考察体系、教学考核、强化实践、学籍管理、教师能力、指导服务、资金支持等9个重点方向 全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其中具体措施包括把创新创业内容纳入教学质量标准和课程体系合理设置创新创业学分 探索将学生开展创新实验、发表论文、获得专利和自主创业等情况折算为学分 允许学生修学创业 各地各高校的科技创新资源原则上向全体学生开放 引入知名科学家、企业家等优秀人才担任创新创业导师 设立全国性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奖励基金 并鼓励社会和个人设立大学生创业风险基金 以多种形式为大学生创业提供资金支持 请优优